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有客户销售的情形 客户销售的情形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换成资料表 就是APOL 销售是683100 XX2188800 一之类推 这是一个资料表 各位应该都知道 这个是资料表 这是一般资料表 这叫矩阵资料表 这两者之间的差别 就是它有多了书纽 这种资料表跟这种资料表 主要差别 就是矩阵的话 它是有X轴跟Y轴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这一张资料表 这张资料表 这边点点点 针对这个点点点 它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自动寻找重极 我看到自动寻找寻找重极 假设 假设我们先把它做成这个散步图 好了 散步图 这个散步图是什么意思呢 这散步图就是说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客户 客户 然后像台北银行 它在跟我们公司往来的业绩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客户 东XXG 它跟我们的一个往来的销售总额是这样子 好 依此类推 那我就把这些资料划分 就是我把客户分论 不可以用举证 不可以用举证 一定要用这个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点这个 自动寻找重极 就是分寻了 或者是你现在暂时把它先想成是分类 要分几群 要分几类 这边请分三类 然后点选什么 确定 好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边画一个图 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重极1 有一个重极2 有一个重极3 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个重极3 插导银行 插导银行是不是在这边 好 点一下 这代表什么 这一类的客户呢 跟我们交易 交易的金额是比较大的 这一个呢 这个是不是XX银行 跟我们交易是不是密切 而且而且比较大 这个X银行 我想这应该没问题 所以这是我们什么 关系良好的客户 再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我就随便点一个咯 有没有发现 这一个的客户 重极1 这个重极1呢 它会跟我们有往来 而且这个往来呢 还不错就是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就会跟我们往来 一段时间就跟我们往来 好 那还有这一类的客户 这一类的客户 你看我现在点一个 基本上它就算跟我们往来 那个金额其实都不大 一点点 一点点 小到我几乎都已经看不太到 它跟我们往来的一个金额 可以了解 尽管我这边稍微往右边一点点 去看59万的 这个赛差基因 我看到这边有跟我们往来 然后一段时间不往来 这边又有一点点的往来 然后接下来又一段很长的时间 这个资料重不重要 这个资料很重要吧 请问一下 如果今天我是业务人员 我拿到这个资料的话 我是不是先从 那个绿色重极的 跟红色重极的下手 如果它有一个月 没跟我往来 那我就去算一下 说它大概什么时候要跟我往来 那个几率要是提供给业务 是不是可以得到 比较好的一个业绩销售的可能 如果能够提升 那就是好的分析 你觉得你公务上 需不需要做这件事 还不需要吗 好吧 那下次我们就要 请你们 下次的作业很简单 请你们先拿出你们的资料 我不要内容 我只要栏位名称 这不过分吧 就是你今天你学这些东西 我给你的是什么客户啊 我们其实思考点 都在思考这些东西 你要是不给我 没关系 我就拍你们单位的open data 例如说教育局嘛 教育局是不是应该也有open data 就算你给我台北市 是国小的学校地址 我都可以去做一个大数据分析说 算看看说他们的一个秘籍的程度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 记住哦 请准备好你们的栏位名称 这个栏位名称 叫codebook 你要至少在上面 注明一件事 是不是 是一个码 是一个码就代表数值 分群 第一 点选 对不对 刚刚 刚刚是这样子的一个资料范围 对不对 然后呢 点点点 这边自动寻找重集 好 然后 选好三组 三组 然后 接下来做什么事情 点成他 好 他就会告诉你说 哦我们把所有客户啊 分成这三群 请你们先动手做一下好了 谢谢 谢谢